早安 紫天椒 我們今天講輕鬆一點 好嗎 今個星期日 我想講一下食物 紫天椒 你喜歡吃紫天椒嗎 我不行 你行不行 我行不行 我很喜歡吃紫天椒 我不能吃到那麼辣 你想想 如果你有一個越南可粉 如果不是有少少紫天椒放在湯裡 嘩 好刺激 我可以吃少少的 但你說很辣的紫天椒 我就不行 即是一直都拿著吃東西 你就直接愛好 你正常很喜歡 你知不知道 問他 吃甚麼 喝個湯 做到一些很辣的 汗給我 你有時很想吃辣的東西 本身刺激一點 今天我們講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原來味道都有它所屬的五行 是不是 我們不如講一下 金木水火土 是會代表甚麼味道和食物 紫天椒就是辣味 辣味就是五行 本身是屬於金的 是入廢經的 即是入廢經的 我們怎樣看呢 你看到有些新辣麵 寫著新金的新字 其實辣就辣 為甚麼新辣呢 那個新字就是屬於金的 哦 新辣麵 寫著新口 即很辣 新是代表金的意思 我們叫入廢經 甚麼叫入廢經呢 即是有時中藥呢 中藥其實入了五味 就入了哪條肝經 即是如果你吃中藥 有些辣辣的 其實那個一定是入廢經 是醫治你的肺 讓你相信的本身 有個廢 酸蝕 有些東西是酸蝕 本身是入廢經的 原來是說的 辣味就是甚麼 接著之後 木呢 木是酸味 木是酸味 是酸味 所以有些喝中藥有些酸酸的 其實就應該是 梳干 梳干屈結 酸祖人 又或者有些蕭瑤散 亦都帶有些酸味在這裏 金綠水 水是甚麼味 水是咸味 是嗎 是咸味 水 又咸又濕 對 又咸又濕 水是咸味 水是咸味的本身 即是 即是 有些咸味的中藥 有 會入了甚麼肝 有 會入了甚麼經的 有些時候 腎經 即是腎 腎水 一個人會否腎陰虛 腎規 腎只是甚麼是過本培緣 即如果男人腎不好的話 你都腰酸骨痛 有些時候 你叫夜晚就開始 喝點中藥 他會有些時候 叫你加少少鹽在這裏 即是你吃金綠 這樣才能帶進去 入了那條經 你用鹽水送的那些 陸味地王院 金貴神器院 有些時候寫有少少鹽水送 就是入那條神經 要入得好一點的本身 我們說下味的本身 那到火了 火就苦味了 火是苦味 我以為是辣 原來是苦味 苦味 苦味 經常叫清心火 入心包經 這條心包經 即是有時你 也很生氣 苦苦地 令到你的心火沒那麼盛 又是關於火的東西 苦味有甚麼食物呢 苦瓜 苦瓜 即是所有甘苦的食物都可以 甘草 甘草是甘 但有沒有苦的 我不懂 有薑 有少少薑 這個我先查一下 是 接著最後的味道是甚麼 甜味 甜味 甜味是肚嗎 是 甜味是肚 肚是入肥胃經 健肥開胃的話 容易吃些甜甜的食物 開胃的 叫做肥胃經肚肚 但如果吃得太多肚的食物 肚會失去肌 我們通常不會吃太多肚的食物 這就是結合五味的金木水火土 我又可以從研究飲食 亦有這種五味的分別 其實這種五味 跟我們的舌是有關係的 即是我們是哪個舌的 哪個部份可以吃到甚麼味 甜味你知不知道是舌的哪部份 負責感受的 甜味 甜筒那時 不是 舌的哪部份 舌頭 沒錯 這個合理 即是你吃一些辣或鹹的食物 舌頭其實不是最可以感受到的 感受鹹的食物是舌頭的兩邊 兩邊會感受到鹹的味 另外一種味 其實食物都有分五味 就是甜 酸 鹹 苦 和酸味 鮮味 即是肉味 這就是五味 剛才我們說的酸味 酸味就是在舌頭的前端兩側 那裏就是去吃酸味 苦味就是喉嚨裏面那一部分 但是辣味就不是我們的舌頭去感覺 其實真的辣的東西 就是你吃了下去之後 你就覺得那種就是辣味 所以金木水火肚 原來又和甜酸苦辣鮮 原來是有關係的 有關係的 但是我們在這裏看 即是吃的味道 我們的味道應該由鼻而來 不是由口而來 所以鼻去感受甜酸苦辣味多很多 所以如果你喝苦茶的話 你按住你會聞不到味 是嗎 這是一個喝苦茶的方法 你喝苦茶你沒有覺得那麼苦嗎 不是的 你只是吃任何食物 你掩著鼻子 你都吃不到那個食物是什麼味 所以一定要靠鼻子裡面這些粒子 氣味粒子才可以令到食物更好吃 當你去鼻塞仔去吃東西 那時候都不方好 當你哭的時候去吃東西 都不方好味 嗯嗯 那又有另外一樣東西 譬如好像喝咖啡 我們就看到咖啡現在不是有很多味 就是有些巧克力味 或者焦糖味或者什麼味 其實那種味道是指你聞 其實你喝下去是沒有大的分別 有濃淡的分別 但是咖啡的味道 是你要聞和喝同一時間 所以你衝出來覺得很香 有韻尼蘭味 很香 有焦糖味 或者有朱古力味 那些他們的技術 就是將它放進聞的味道 所以這樣就可以配合到你的飲食 所以很多人問 師傅 我的肚子是用神 是不是吃多些朱古力咖啡呢 但是可以嗎 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用神 即是我們需要的金木水火肚 師傅經常說 那可不可以從食物那裡得到 我的命要水 我吃多些咸的東西 還有水 原來是熟老鼠和熟豬的 我還未吃多些豬肉可以幫忙 你挺有創意的 我不知道這些是不是 即食物改運法 但是我不懂 我不覺得那些是可以的 而且我也真的覺得 是不是為了改運是一回事 但是你自己的身體想吃什麼 是自己會告訴你 是的 我這陣子經常想喝菊花茶 即是你自己知道自己醜了 是的 我這陣子很喜歡喝菊花茶 很奇怪 你都想喝菊花茶 突然間的 是的 有時我們會特別想吃甜的東西 你會不會的 我沒有這麼 我覺得女士應該是會明顯一點 即是跟你身體內的血糖有關 於是你那個週期 為何經常說女生在某個時候 月經之前特別喜歡吃甜的東西 月經的時候會特別喜歡吃甜的東西 就是她身體需要 那她就會想的 是的 另外一個很明顯的時間 就是懷孕的時候 你有嬰兒的時候 你會突然間某一件東西 你身體內流失了 你還很想追著那樣東西吃 我試過有一段時間 我很想吃豬潤 因為我本身就不太吃內臟 懷孕的時候 我是很想吃豬潤 很有趣的 即是可能我是不夠鐵質 身體的腦就會告訴你 喂 找豬潤吃 所以其實這東西 譬如動物也是 你見不見那些貓貓狗狗呢 其實牠在醫治自己 牠自己會找那樣 找那些草 對 找那樣草來吃 牠自己會找 即是說野生那些 即是說我們的身體 都會指導我們的腦 然後亦會告訴我們想要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聰明的人類的構造 所以我們說 我不是很相信食物改運化的人 改食物改運化 我不是很相信 我相信美食改運化 因為美食的話 當你那天吃了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你全天都會很開心 這個叫做美食改運化 如果你吃到劣食的話 你那天的話 你心情都不會好得去邊緣 是 所以我很支持你這個美食改運化 希望大家多吃一些好東西和改運 天命今天介紹的書 我覺得你介紹的書真的很寬 你由古書你也會介紹 外國翻譯的書也會介紹 接著去到一些 真是印度現在 簡直是現在的 蜂魔了現在的小朋友 一個愛情觀的一本書 今天你就講這本書了 今天講一本叫做 我們的正常人 聽聞你的女兒介紹給你看 是的 我去本書 這個叫做Lormal People 這是一本書 2018年出版的 接著最近2020年4月 就在BBC上上了一個TV drama 就是TV的series 他就叫我看這本書 我就不明白他的內心心意 其實這本書是講現代的愛情觀 在他們的眼中 現在這種愛情觀才是正常 所以故事本來就叫做Lormal People 那我為什麼要選這本書呢 第一 因為每逢現在這個月份 我就會買很多書 其實現在本來就是香港書展 是 沒有了書展的話 接著之後在香港島 我找了四五間書局 看看有沒有一些新書 因為書展沒有了的話 他們都有八支優待 所以就在那裡掃書 掃書我將會在一些書網看 最近有些什麼的 很多人的大熱的書 很多人在談的書 一看到這本正常人 其實他就看到 在外國就拿了很多的獎 真是大熱 這本是熱到很重要的書 那我就開始在書架擺在那裡看 一天就看了大致上一半 我就已經發現了 我和他這本書的東西 是很大台溝的 是啊 這本書簡直是蜂魔了 現在的年輕人 正如我告訴你 我女兒很早 早兩個月就擺在那裡 就要我看 就是其實她想告訴我 很輕 我很傻 那我的愛情 如果我想寫好 就首先要了解一下 現在的世代是怎樣 是的 這些在他們眼中才是正常 他們在說新世代的愛情觀 性那些東西 是一個很年輕的作者寫的 29歲而已 是的 這個叫Sally Rooney 即朗尼那個姓 Sally Rooney 她是一個外爾蘭人 她只是29歲 這本書她兩年前已經出版了 在《正常人》這本書 再之前 其實她已經出版了另一本書 亦是很興奮的 即是新世代 新世代才能告訴我們愛情 我在一邊看這本書 為什麼會這樣 是啊 即是很大代溝 為什麼會這樣 這麼多可以 他們這樣對性也是可以的 哦 是的 我在想著 因為我有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畢業 嗯 那我說 原來會不會他們 都是這樣的看法呢 因為他們是外國生活的 你不用審了 一定會的 一定是嗎 一定是 一定是 他們其實 甚至乎我見到 現在我身邊也有很多小朋友 因為很多女朋友 或者一些我認識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有時說的東西 令到我很震撼 有一次我打麻將 我突然說了一個故事給你聽 是 我們幾個老爺 老爺 是呆了 我們絕對算是老爺 是啊 呆了 這樣嗎 現在是這樣的嗎 可以這樣面對愛情嗎 是的 為什麼可以分得這麼開 為什麼可以這樣 是的 分手又分手 為什麼不會有傷心的一天 為什麼不覺得傷心 或者他們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冷靜 這件事是避免傷心 是的 避免傷心 舉例是他們會這樣看 如果我不想那麼傷心 所以我應該要分手 但是在 那便定一個時間分手 在分手之前 大家一起計劃去旅行 而他們覺得分手的理由 是很必然的 大家很和睦地一起計劃一件 享受和什麼時候分手的事 然後就預算分手後 就會有多少時間的痛苦 那痛苦之後多久 我其實又可以找回另外一段關係 無論他們對於long distance 對於如何處理身邊的關係 他們很有獨特見解 我們呆了 打了四圈都沒有出聲 是不是真的因為網絡問題 即是認識人 或者在投入的感情之中 是不是會不同了 即是有可能現在全是網絡愛情 網絡愛情 接著之後 少了那種投入的感覺 會不會呢 我真的不明白 但我看完這本書 就一直看 原來是這樣的 它的寫法也很新的 即是它的寫法也很新明 它的排版也很新的 很有趣 但我覺得這本書挺有趣 即是不適合我們老餅看的 是剛剛年輕人看的 但我老餅看完後 都覺得挺有趣 所以我也想介紹給一些老餅看 為甚麼呢 就知道為甚麼你兒子 為甚麼女兒拍拍拖 分手又不是很傷心 為甚麼又會這樣 原來他對愛情的看法是這樣的 我們這些老餅要知道 現在新世代的小朋友的愛情觀是怎樣 但這個愛情觀 我又覺得是在外國的愛情觀 如果是中國大陸的小朋友 年輕人或者是香港的年輕人 會不會有這樣的愛情觀 也都有機會未必的 即是這個是大部份的 即是歐洲的人的那個浪漫主義 或者他那種交朋友的普通方法 總之很有趣 那些老餅看覺得很有趣 是 是 是 這個也有得解釋 因為其實現在世界就趨向了 譬如他們在外國 他們始終都會接觸很多不同的人 但有些時間你會要離開 你要離開的是預算之內 但你又不會因為大家要離開 所以就不去發展或者開始交往 於是他們便會有一個 必然發生的一種分手 然後他們內心有一種 他們自己那種statistic 即是如果大家分開去不同的大學 那個時間圈距離 即是飛行圈距離超過多於四個小時 分手的機會就大大增高了 如果你家裡沒有那麼多錢 讓你買機票或者你媽媽管得嫌 不讓你飛來飛去 那你的分手機會又再高一些 他們還要計算 如果你去到哈佛 哈佛特別多美女 如果是男生的話 去到分手的機會又多了多少 以上我們講的是我們的elaboration 並不是這本書的內容 大家就可以欣賞一下這本書 就在BBC3 而且大家可以選擇 這本書人不及時也要 便是 對